一曲也可敬 沙瓦爾 其實你不死 老夫不休 急什麼 黃泉路上有你陪著 將來他倒也不盡 此意 真是不可思議 這小子不僅毫髮無傷地通關了玄陵塔 現下 我甚至可以感受到他此刻周深的天道之力 絲毫不輸觀如海 看來我們還是小看了他幾分 震王弟子五位 回我宿主師尊 是 還有此理 紀天宗宗歸嚴明 其容人在此大開殺戒 等等 那是 請問 那 那是縱門技術 九殺陣 九殺陣 此意殺起身重 此意殺起身重 但其陣 黃泉百里之人 若效尾不足 急易產生幻覺 心情大變 我 我好像看到我太奶了 殺 我殺了你 我 我的頭要炸了 管如海 還不快出手 九殺陣乃紀天宗技術 你竟敢私自修煉 我還不想趕快出手 但今日我二隻仇必報 這紀天宗也是時候一主了 絕地不悟 乌鴨長老 乌鴨長老 管如海 你這般放肆 簡直罪無可恕 管如海 素以束手就擒 此為王 拜臣為寇 你們就一起給古玄臣陪贈去吧 古玄臣 你做到哪裡 缺帝三千尺 都不會放過你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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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今生 今生 過不過這一結束了嗎 宗主 這古玄臣陪 與觀山月 出青海 寒獸相近 有過之而無故及 寄天宗內藏屋納垢的源頭 果然就是你 這五道龍行見光 為何與之前招手之時 還有風采那一擊都竟然不同 力量分明是強了數倍 難道你剛剛是在刻意隱藏 這才是你真正的實力 猜得不錯 不過 覺悟的也太晚了吧 怎麼回事 像是有無法抗拒的無形力量壓制了我 突然一動也動不了了 都結束了 剛剛發生了什麼 我好像也沒看清啊 世尊 不必 總門大筆發生的事情 想必大家都清楚 汪長老傷得不輕 就讓他的行風好好療傷 烏鴉長老 一會兒還得麻煩你 拆人送些療傷的丹药過去 這是自然 所有的事情皆已查明 錢正風長老 關如海 心懷不軌 私自修煉寄天宗禁書 先前 韩壽楚青海所習的邪術禁書 怕是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 其實是關如海在暗中射擊 幕後操控 其目的便是有朝一日 用邪術控制這二人 歸他所用 至於關山月 當初他在聖域胡作非為 一裝裝一件件的荒唐事 也已查證 這些事端也是我平日裡 過於最新修煉必關 疏忽肅宗們不正方氣 才會這般接二連三發生 宗主嚴重了 仗長老不必勸解 身為宗主 我自是責無旁誕 理應自省的 另外 今日祭天宗這一節得以避過 還得感謝一人 開局十個大地 都是我谷弟第四集 九月八日上線暴耕兩集 九日至十日兩雲耕 風也遍遍飄落來 石落雲山 擁抱塵霧 今晚有情人兒要相顧山海 也便貪圖 相思綠綠缠繞 而照顏目才懂了離別苦 還是綿延不斷的痛楚 卻都怨覆著肚 在馬而不停停 我的思念就也奔向你 情調已歸去 痴情的人兒仍在兩滴 不笑與公寓 只要能夠與你再相遇 等到雅耳月影動來春風水裡的 花開滿溪與你相遇 虛約科技 当初观山域为获圣域 是祭天宗之过 我姬长风以茶代酒 多谢你不计前嫌 及时出手相助 宗主 你何须像一个晚辈行如此大礼 是啊宗主 例外 我知古公子你并不屑于 祭天宗的长老之位 但宗门之内亦还有各类奥秘典籍 所以你可否愿意留在祭天宗 若你愿意 长老之位自不必说 宗门内的公爵典籍 你亦可翻阅修习 竟然要许这个后辈 祭天宗长老之位 长老之位算什么 你们听到吗 他若答应 便可修习任何公爵典籍 宗主这意思 怕是连天杰公爵都愿意奉上 他会愿意留下来吗 古公子如何 道谢就不必了 这茶本座接下来 古公子你这是答应了 太好了 本座何时答应要做你祭天宗的长老 可是方才 本座出手教训官如海 不过是因为他该死 你这茶上的 既无踏实 本座便先走了 小子好大的威风 小声点 原来 他如此不愿意留下来吗 自来到无上神界 还不曾听闻本座其他徒儿的消息 说来 也不知小世界中的大家如何了 为何突然知道 莫非这小世界 是感知到本座修为的进一步提升 开始苏醒了 谁看了 先前本座进入这里 尚才出战营 如今掌势欲罢好了 只是 刚才小世界的震动 原来并非是因为大家开始苏醒了 看来 是本座想错了 古公子 这是 是你在说话 是我 不久前 我发现自己又凝结出了意识 并感觉到 似乎有一股温暖的天道之力 在修复原本已经受损的元神 方才 我便试着感应这股天道之力的来源 原来是古公子你 天元 你醒了 那其他人 自我醒来 便尚未看到他人 听古公子之意 大家也在此处 古公子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记得当初 我们明明都已经造身于圣玉 是小萌 小萌 当初 幸得大家散去一身修为相助 本座才得以突破圣王境 击退那观山运 原以为 本座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在即将成熟天雷节飞升无上神界之际 小萌却突然出现 他告诉本座 他已集起你们的元神碎片 用自己的生命 将其化为生命的种子 而本座只要不断提升修为 以天道之力灌溉这些种子 总有一天 我们便能重聚 天元 如今本座已在无上神界提升至化神境 杀了观山运 而你们此刻 便是在本座开辟的小世界内 原来如此 难怪当初元神溃散之际 我隐隐约约听到了小萌的声音 想不到 小萌竟也做出了如此大的牺牲 只是本座有一事不解 为何小世界中只有你苏醒 天元 你可知晓 方才古公子说完 我便细细感应了下 在我的四周 确实引以有大家的气息 正在逐渐聚拢 想来无需太久 大家便都能回来了 如此是好 那你们何时可修缠人形 这 怕是难了 除非 能有天元阁的一件宝物 是何宝物 我虽来自无上神界天元阁 但早早便被雷霆老君 抓住求在胜率 对天元阁也知之甚少 不过是偶然听说 岂有一宝 又重塑散回肉身之效 其实 是真是假 也未可知 开局时的大地 都是我谷底第四季 九月八日上线 暴耕两极 九日至十日 两人耕 风也遍遍飘落 来世路 云山 拥抱 晨雾 听闻 有情人儿 要相顾 山海 也变 贪图 相思绿绿 缠绕 朝恨 雾 才懂 来离别 哭 爱是绵延不断的痛 朱却都 怨赴这度 爱马而不停停 我的思念 就也奔向你 情调已规矩 痴心的人儿 在两地 不笑与公寓 只要能够与你再相遇 等到雅儿月 迎奔来春风 十里的花 可以满心与你相依 全月可知 如今大家得以重聚 已是万幸 天元已清满足了 古公子 勿要再涉险了 天元阁吗 顾玄辰 你这就离开祭天宗啊 就不合墨乌芽 那个小老头 还有墨如雪的丫头 辞个别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何必拖泥带水 朴玄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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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我 哦 是墨如雪啊 竟这般着急 看来你小子 一时半会儿 是走不了咯 何事如此慌张 是爷爷 爷爷他 他被天元阁的人 带走了 又是天元阁 在这无上神界 世人皆知我 祭天宗是一大宗门 但其实 还有一天元阁 已悄然崛起 原本天元阁 是远远不如 祭天宗的 但近几年来 天元阁强者辈出 由上武道 对比之下 祭天宗虽负盛名 却一直在止步不前 只不过天元阁 一直对外韬光养晦 否则若论实力 祭天宗 其实已经连跟天元阁 平起平坐的资格 都没有了 而这次带走乌鸦长老的 便是天元阁 武神风的风主 祭天宗 齐连空这个老东西 他每次来祭天宗 说是拉近两派关系 但总要拿走些东西 无奈他分寸 总是把握得甚好 叫人没理由发作 否则 造成了祭天宗惹事 齐连空可是只老狐狸 祭天宗如今 本就不如天元阁 再加上与关如海一战后 实力受损 更不便正面起冲突 这次 他说要借走乌鸦长老 去天元阁为他们炼丹 乌鸦长老也值得去 更何况 天元阁还搬出了南域神会 南域神会在即 为了到时 替我们这南域松州 争得利益 天元阁正抓紧时间 兼炼丹备战 不过 这一家之力终究有限 所以还请祭天宗 能见乌鸦长老一些时日 想必祭宗主 是不会拒绝的吧 南域神会又是何物 南域神会 是南域最为重要的 一场神会 无上神界 南域有十三种 其中 祭天宗天元阁 还有其余武派 坐落于松州 整个南域 每十年都会有一场 主州之争 若是能成为第一 其州内所有势力 便都将拥有 未来十年 南域地心的探索权 毕竟南域地心 可隐藏着南域 最好的武修资源 是南域各方势力 以及各方强者 争夺的核心 那天元阁迹实力强大 怎的连个出色的炼丹师 都没 怕不只是为了 这所谓的南域神会吧 古公子猜得不错 其实他们带走乌鸦长老 还是因为古公子你 因为武修 当初 古公子炼制出九龙神丹 龙祖投影大县 惊动整个祭天宗的同时 也让多士之人传了出去 竟传成了乌鸦长老 炼制出了神丹 想来 他们是得知了死事 又得知了关如海叛门 我与各位长老受伤一事 这才如今日这般 肆无忌惮 他们明面上 是想要宗门护助 其实就是想趁机扣下 乌鸦长老 为他们提供 源源不断的神丹 细细想来 只怕乌鸦长老 炼制不出神丹 天元阁的人 却当他是蓄意藏私 做出什么 也未可知 天元阁吗 那本座便去上一趟 亲自将乌鸦长老带回 啊 五公子 你 你说的可当真 古寻臣 你真的愿意去把爷爷带回来 这其中也有本座的缘由 本座自然不会置之不理 本座本就要为天元小梦他们闯一闯 还正愁着没有门路摸一摸他们的底细 即使他们主动找上门来 不如顺势而为 开局时的大地都是我估计第四集 九月八日上线爆羹两集 九日至十日两人羹 风也变遍飘落来世路 冰山拥抱成雾 听闻有情人儿要相顾 山海也变贪图 相思绿绿缠绕 我找何目才懂了离别 苦 还是绵延不断的痛 住却都远赴这度 爱马而不停停 我的思念就也奔向你 情调已归去 痴心的人儿仍在两地 不笑与共语 只要能够与你才相遇 等到夜儿月影动来春风 水里的花开满溪 与你相依 全月可知 不过 本族过去应虚些时 不知乌鸦长老能坚持多久 此事古公子无需担心 乌鸦长老毕竟也是单风的一风之主 又对你之前龙祖投影的气息 有所感悟 拖个半月一月 绰绰有余 此事牵扯诸多难遇历 未面试探愈发复杂 还望古公子不要过早暴露身份 可以乌鸦长老的后人身份前去 好 古玄臣 爷爷 你们一定要平安啊 乌鸦小老头来自于这洛阳城 鸡长风既然让你以他后人身份 混入天原阁 就得对洛阳城有所了解 不过嘛 这时间有限 小子 任你本事通天 怕也来不及在这茫茫人海里 找出个洛阳城百事通用 穷书府又张天什么告示呢 别急我 让着 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为了恭贺城主受贷 献特州一人整理城市 编撰史书呢 城市 原来还要招人编撰城市啊 洛阳城这么多年了 这日积月累的史料一定不少 城主湖也不说明报酬 哪有傻子吃里葡萄好干 这事 搞什么 居然真的有傻子 你懂什么呀 看来啊 又是一个想找机会 去城主府当女婿的 行了 进大堂等着吧 里头还有九人和你一起 一会儿自然有人来吩咐 你们要做什么 那是 古公子 你怎么会在这里 桑天龙 古公子 我们先借一步说话 小姐到 是许小姐来了 快看快看 人都到齐了 参见许大小姐 这就是陈主府的大小姐 小姐 一共十位 人都齐了 嗯 我美吗 哎 美 美美美美 许小姐 你实在是太美了呀 何止啊 许小姐容颜倾国倾城 应说是 仙子下凡才对呀 哼 倒让这几个马屁精抢心了 哼 送这几位客人离开 啊 许小姐 你 你这是为何 是啊 许小姐 干嘛从来赶我们走 编钻石书 需凭心经记之人哟 三位 那就请吧 幸好 方才差点就上去了 古公子 实不相瞒 我此次正是出门游历 途经洛阳城 听闻洛阳城城主府 正招人编钻史书 而这城主府小姐 美貌文明 便来碰碰运气 不过 嘿嘿 要是古公子 也看上了这许小姐 我自然不会跟古公子抢 本座对她没性 这 这是真的 那你 几位公子特意来做客 城主府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 飞燕便为大家抚一曲吧 四星琵琶 四星琵琶 这不是许小姐的宝贝法器吗 听说这四星琵琶的阴波阵法 会使人在不知不觉之中 陷入其中 无法自拔呀 这弹曲为何要用法器 看来这一曲不是那么好欣赏了 献丑了 这曲音果真极具有用心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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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回到清齐国做大官了吗 顾公子 方才我想必是进了这曲音的幻境之中 多谢你捞了我一把 嗯 这曲音乍临之下 仿若娟娟泄流在诉说故事 狮子 那一道道纵横交错的阵文 无时无刻不再演化着精妙的阵法 风也遍遍飘落来世路 冰山 拥抱成雾 听闻有情人儿要想顾山海 也变贪图 相思绿绿缠绕着和睦 才懂了离别哭 爱是绵延不断的痛 却都远赴着独 我马儿不停停 我的思念就也奔向你 情调已规矩 痴心的人儿仍在两地 不消于公寓 只要能够与你才相遇 等到眼儿月影 等来春风是你的 花开满溪与你相依 聚业可敬 小姐 差不多了 在我用着四星琵琶 弹奏天玉清新咒时 此人虽看起来并不轻松 但依旧能为之清醒 她有几分能耐 至于她 为何什么表情都没有 许是挨不住 明明早已沉迷其中 只不过尚未倒下罢了 去取宁香丸来 给那位公子服下 是 我不过是想选一灵魂之力 强盛之人罢了 若让她再强撑下去 怕是连小命都要交代在这里 还未请教公子明慧 在 在下桑天龙 见过许大小姐 哇 这事终于结束了 要不是谷公子出手 我怕是也早就倒下了 不知三公子 可愿意留下帮我的忙 我 留下来 我这完全是见了 谷公子的东风 才撑了这么久 这许小姐 为何偏偏选中我 莫非 是因为她觉得 我比谷公子帅 这家伙 这般看着本座做什么 胆子不小啊 竟敢拉本座做垫脚石 糟了 谷公子分明是在气我 抢了他的功劳 那接下来 就麻烦了 不 我不愿意 你说什么 三公子既不愿意 为何还要主动 接绑入城珠府 是想耍着我们完不成 不是 不是我不愿意 是 是 完蛋了完蛋了 许小姐是误会了呀 这古玄臣得罪不起 可这洛阳城城珠府 我也招惹不起呀 既然不是不愿意 三公子究竟为何拒绝 是有何难言之意 这报酬 我虽未在告示上明说 但也是已经准备好了的 绝不会亏待了三公子 不不不 不是因为报酬 是因为 因为 陷下可谓是 净费两难啊 看样子 往事不能给出一个 合理的解释 我怕是离不开这儿了 诶 我啊 我的意思是 他和我都坚持下来了 这样直接留下我 实在是有些不太公平 三公子 你在说什么 这位公子分明就没有挺过 什么 你要给本座为什么 小姐 他 他 你 你已经自行从我的天语清醒咒中 清醒过来了 本座未曾陷入其中 何来清醒一说 是啊 许小姐 实不相瞒 我不过是路过洛阳城 听闻大小姐 你美若天仙 这才斗胆进来一试 看看 有没有机会瞧见 方才 若不是古公子 将一抹天道之力 注入我的眉心 我怕是也早已在这取生中 倒下了 你说 是因他之故 你才能坚持到现在 可他方才分明面无表情 纹丝不动 映然一副困于我取终的模样啊 许小姐 切勿动气 这古公子嘛 本就颇有几分 世外高人那般 喜怒不形于色的神秘感 若真如你所说 他早已元气大伤 又怎能像现在这般 鹦鹉不凡地坐在这里 这桑天龙拍马屁的功夫 可精进不少啊 仔细一看 少连三公子的面色 都有几分苍白 而他这模样 的确不像是 经受过群影影响的 好 既如此 请恕飞燕冒昧 再向古公子讨价讨价 那就让我再好好确认一份 许飞燕营造的新环境 竟是一片竹林 费海年年 试问曲 冰伦为谁圆缺 何来诗词之声 倒是方才那一曲 也多了几分义曲 这次突然加快 在急促的曲音之中 突然收到一股灵力的天道之力 正在形成 好 就趁现在 谢谢 谢谢 黑鱼蜥的道地 都是我独立的 每周日 风也遍遍飘落 来时路 云山 拥抱 橙舞 听闻有情人儿 要相顾 山海 也变 贪图 相思绿绿 缠绕 朝和暮 才懂 那离别 哭 还是绵延不断的痛 朱却都 怨赴着 独 爱马儿不停听 我的思念 就也奔向你 请了 你规矩 痴心的人儿 仍在 两地 我笑与公寓 只要能够与你 才相遇 等到 月儿月 也等来 春风 十里的 花可以满心 与你相依 全月可敬 这位公子 看来 你是要输了 是吗 许大小姐 是不是太自信了些 什么 她竟还没被我这群蜜蜜 小姐 不好 小姐受伤了 速速将此人拿下 这便是你们城主府的待客之道 弄住手 罗氏 小姐何时要你们出手了 还不快些扶起那位晕倒的公子 服侍他服用宁香丸 是 古公子的实力 未经领教了 方才 是我们城主府冒犯了 但 我有一事相求 许小姐可是想说 此次城主府招人 并非为了编撰史书 此事隐秘 你怕泄露 这才找了这么一个幌子 你这就看出来了 此事想来 还和你方才那法器琵琶有关吧 你 无论是你最初那曲天玉清星咒 还是后面那曲琵琶仙 皆技巧有余 而力量不足 所以一旦遇到对手 极易被反噬 你 你竟然都看出来了 真是不可思议 既如此 你一定能帮到我 没错 五日之后 会有特使来访 我弹着琵琶曲 虽无实诚实的把握 却也颇有信心 只是 还想更好 所以希望能有一人帮我完善阵盘 阵盘 可演化阵爵 一旦炼制成功 使用时 便可加强阵法效力 扩大阵法的影响范围 其实 我炼制这阵盘已经数月 如今 已是最后关头 我的灵魂之力 却不够支撑我坚持到最后 古公子 若你真能助我一臂之力 无论你有什么条件 只要城中府力所能及 必不会推辞 小姐 本座没兴趣 本小姐看你方才说的那些 都是猜的吧 所以你才不敢答应本小姐 激将法对本座无用 许小姐请随意 你 古建臣 你不是需要搜集 这洛阳城的城市吗 反正他这忙对你来说 应该也不难 还须等他五日 麻烦 小姐 古公子就快要走了 你就别嘴硬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就不信 靠自己还进不了天元阁了 天元阁 莫非五日后 你要见的是天元阁的使者 对啊 不然呢 怎么了 这位古公子想必是外地来的吧 其实此处原叫赵安城 后来 因为萧陵的隶属于天元阁辖区的洛阳城中 出现了一位天才搬入天元阁 势力迅速扩散 并将此处也纳入了洛阳城的版图 成了天元阁的辖区 没错 这洛阳城中 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天元阁 许多青年才去 也已能进入天元阁为荣 我虽是女儿家 但也不甘落于人后 等等 你问这个做什么 不是极致要完善阵盘 本座改主意了 便帮你这个忙 当真 小姐太好了 到了 这里 是我们许家的炼器实事 那便是我尚未炼制完成的阵盘气胚 呢 你先看一下这个阵觉 不需要理解 只要能熟悉就好 喂 你干什么 嗯 方 方才也不过一瞬 你竟已经记住了我的阵觉 这星云流水的模样 仿佛这阵觉 它早已写过千百遍一般 果然 炼制器配与炼丹颇为相似 都是将各种材料融合在一起 便能处理成绩 这次命含着力量的材料 在融合之时 或许会有一些偏差的 但只要这个偏差不是太大 便不会一致相吃 他这寥寥几笔 看似漫不惊心 却可顶我数日之力 在这武上神界 阵法师的等级按照从低到高盘 分为一致五星 五星即为顶级阵法师 你 你是阵法师 若不是阵法师 他根本不可能画得这么纯属 且即使是阵法师 初次拿到这个阵图 并这么快就有感悟 他究竟是什么级别的阵法师 开局学的大力 都是我独立的自己 每周日更新 风也遍遍飘落来时路 冰山拥抱成雾 听闻有情人儿要相顾 山海也变贪图 相思绿绿缠绕 招和睦才懂了离别苦 爱是绵延不淡的痛 住却都远赴这度 爱马而不停听 我的思念就也奔向你 情调已规矩 痴情的人儿人才两地 不笑与公寓 只要能够与你才相遇 等到雅儿月影 等来春风 时里的花开满溪 与你相依 一曲约可知 并非正法师 本作方才不过是徒有感目 随手一试吧 哎 可是 他为什么不承认 罢了 这般深藏不露 有神神秘秘的怪人 若不愿意说 我还是不要追问了 小姐 古公子 这 这些都是我让 有什么历史记载 你愿意帮我 唯一的条件 就只是需要这些点击 若你还有其他要求 不必客气 那可以提出来 无意 那 那好吧 既如此 我也不打扰你了 你便专心在此炼之阵盘吧 小翠 我们走 他真是个怪人哪 依照着许飞燕原本的阵诀 继续下去 即便是祝他完善 依旧是有所不宜 喂 你想干什么 只有短短五日 就算你是顶级五星阵法师 也做不了太多 本作既然出事 自然是要做到最佳 恭喜恭喜啊 贺喜许城主三百岁寿臣 天龙兄 听说你今日寿臣 会有天元使者来 真是献杀旁人哪 啊 傲天兄客气了 不过是许家曾有先祖 进入过天元阁 蒙音于那一系弟子的照顾罢了 天元使者呢 天元使者裹着来了 快看快看 连天元阁的使者都来贺寿 咱们城主真是好大的面子 哎呀 天元使者远道而来 有失远迎 哼 许城主客气了 我们可是特意来为你祝寿的 你再这么客气 我们可就走了 是啊 毕竟许城主与我们天元阁的关系 谁不知想 嘿嘿 是是 来 二位使者 这边请 快 去请小姐来 嗯 小姐 放在奴婢去问 守门的守卫说 大殿里头还是没有动静 故宫怎么不是失败了 不会吧 当时他演艺阵爵士那么厉害 而且 我可以感受到从暗室里 隐隐溢出的天道之力 十分稳定 我相信他 大小姐 天元特使到了 老爷让我来请你去前堂 嗯 这么快就来了 小翠 你先跟着过去 拖会时间 就说我稍后就到 我这就去找谷公子 好 奴婢知道了 开门 我要进去 是 出什么事了 不是 不过是本座方才小失了下这阵盘 太好了 原来你已经炼制成功了 想不到我这阵法完善过后 威力竟如此强 嗯 等等 这 这阵盘上的阵法气息 似乎不是源自于我要你完善的那份阵诀 你身子改了 不过 仔细改 似乎比我原先的阵诀有着更浓郁的天道之力 只是 这和我的四星琵琶弹奏豆猪的曲调 能契合吗 一事便是 好 我真不俩 我真不俗 你说什么 小姐说她伤后再来 简直是胡闹 这丫头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老夫这就亲自去看看 她到底在忙些什么 诶 老爷 怎么想起了琵琶之音 这 这是飞燕谈的 早就听说许小姐近于琵琶 此渠只因天上有 人间难得寄回闻哪 许城主 树燕开启之前 许大小姐先以琴声传道 实在令人佩服佩服 正是正是 唯有昏山玉碎 芙蓉弃鹿 堪彼可拟 许城主大恩 我等感激 许小姐的琴技高超 其中所含韵律 可谓是精妙绝伦呢 啊 特使谬赞 小女琴意不精 简笑了 原来 飞燕这孩子 是想先以取音 先引特使注意 我这个当爹呢 还真是错怪她了 诸位客气了 今天大家肯赏免前来 那是看得起我许天龙 能回馈大家一点 也是应当的 说来 飞燕何时精进的 如此迅速 连天元阁的这两位 三星阵法师 都如此夸赞 看来今日 倒不用费力气引荐了 这曲音怎能变得这般激昂 老夫 老夫似乎有点 守不住了 是 是啊 我的头好痛 徐城主 你家这是 哎呀 来人 速取宁香丸 给大家服下 这曲音之中的 天道之力还强 境界高队 尚且还能运转 公爵扛中 境界若是不够 又为服用宁香丸 根本沉睡不住啊 飞燕究竟是想干什么 再这样下去 是要团灭所有客人的 何时日 这阵觉 与我的四星琵琶 竟这般相似 仿佛就是为了 契合他发出的 每一个音律而生的 精彩 实在是太精彩了 这两道袭来的天道之力 颇为伶励 你不出手 无需 住手 飞燕 你还不快住手 爹 二位特使可要受伤 小女实在是太胡闹了 我定会狠狠叫训她 天元阁特使怎么来后院了 而且 她是这般狼狈的模样 糟了 莫非 飞燕见过两位特使 刚才因为意识有所感悟 未能控制秦音 冒犯了特使 请特使见谅 我不顾袭击天元阁特使 若是传阳出去 怕是爹爹这城主之位 都得丢了 许大小姐天赋非凡 修炼感悟 这是人人都有的情况 何罪之能 是啊 幸好这许天龙及时赶到 否则 说真被这小小丫头给伤了 贵面也抬丢天元阁的理念 我们兽也败了 兽宴就暂时不参加了 不过关于许大小姐 我们倒有一事 想再谈谈 是 我和飞燕 这就带两位使者 去客房休息 咦 看来我这是因祸得福 进入天元阁游戏啊 古公子 古公子今儿辛苦了 小姐吩咐不可亏大了你 请古公子如大堂 与诸位宾客同乐吧 诸位 方才是大小姐有所感悟 影响到大家了 老爷带两位特使去歇息了 特地嘱咐老奴带话 向诸位宾客致歉 城主严重了 许大小姐能在两位特使 驾铃之际有所感悟 乃是许大小姐的福分啊 翠姐 有人叫我 古公子稍等 我去去就来 那不是之前与我们一同 参加比试的小子吗 许小姐的贴身丫鬟居然亲自给她带路 臭不要脸 果然是冲着许小姐来的 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嘿嘿 二位消消气 反正现在许小姐也不在 她一个人在那儿 不然我们去找个乐子 好啊 呦 原来是古公子啊 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你们认识本座 你记不得我们几个也就算了 难道连罗文和罗武两位公子 你也不认识了吗 就是 那不是罗府两个公子哥吗 听说前几日 这两兄弟同来应聘徐府的诚实编撰之职 却输给了一个小白脸 应该就是他吧 如此看来 这俊俏公子是要倒霉了 本座向来不计无用的东西 哦 此话怎讲 岂有此理 我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资本说这句话 今天若不把你打啪哨 我们兄弟俩就从这洛阳城消失 试着兄弟俩的绝招 天旋地转 哇 口好运啊 天旋地转一旦出招 便会形成极强的灵气漩涡 几号我早有准备啊 要知道龙屋龙屋本身经济碎不高 大人一旦合体出招 杰力浪看比花神经后期啊 此招你必败无疑 受死罢 好 绕来绕去 慌头都烦躁 开局时的大地 都是我徒弟第四季 十月四日之六日 三连登 风也遍遍遍飘落来时路 冰山拥抱成雾 听闻有情人儿要相顾 山海也变贪图 相思绿绿缠绕着和墓 才懂了离别哭 爱是绵延不断的痛 却都远赴着肚 爱马而不停停 我的思念就也奔向你 请了你规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觉非 始终之物啊 方才你们说 若是输给本座 便从这洛阳城消失 是吗 不不不 是我们永远不识泰山 得罪了你 我们再也不敢了 完了 何人竟敢在老夫的城珠府放肆 你是谁 为何出现在这里 将老夫的寿宴搞得一片狼藉 还惊扰了二位特使 是古公子 爹还不知道他帮我制作阵盘的事情 不过是教训了两只苍蝇 你 爹 不可 这古公子是 是女儿请来编转城市的 那又如何 简直胡闹 不好 这家伙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让爹在天元特使面前丢脸 爹真是气坏了 且慢 你 不是洛阳城的人 本作本是游历各地增长见闻 途经此处 听闻许小姐要整理一份史书 便顺便来应聘这份差事 唉 幸好他没把帮我练制阵盘的事情 抖落出来 我说你小子 方才怎能把阵仗搞那么大 原来是想见那两蠢货 引起天元特使的注意 如此一来 便也无需假扮洛阳成人 也可想办法混入那天元阁了 只怕不完全是这样吧 完了 难不成是路线了 说过我没猜错的话 只怕是你亲目许大小姐 借着史书致命接近吧 稳坐 特使 你 你说什么呢 老夫怎么不知道 就是我 若是阵盘的事情 让二位特使知道了 就不好了 那我别闭嘴班说了他们的猜测 这古玄尘 可千万不要拆我的台啊 我没想到 不说出了这个盘子事 哈哈哈哈 年轻人嘛 除了修炼 谈谈情 说说爱 这也是很正常的嘛 小谷 我们先借一步说话 许小姐 许小姐展露的天赋 你也知道的 且许家与我天元阁 颇有渊源 方才我俩也商议 打算带许小姐 前往天元阁 没错 虽然你也符合 天元阁招收弟子的标准 但天元阁每五年 才向世俗招收一次弟子 许小姐已是特例 至于你啊 就是可惜了 你这般已练成几招天阶公爵的人才 你们怕是要过四年才能相见 若来 小谷你方才使的那招 应该是天阶公爵吧 是啊 这二人这般一场 固负 原来是很危险的 既如此 本作不如四手退珠 你们做这个 这 这是 当初本作四处游历 恰巧得到了一部天阶公爵 捂得了那么一星半点 若二位能想办法通融通融 便再好不过 只是不知有没有这个机会 这是说哪里的话 既然你有这个诚意 我们也不好推举了 是吗 这小子只捂得一星半点 便如此厉害 这下真是赚了 是啊 小谷你为了能跟着许大小姐相伴 进入我天原阁 当真是有情有义 如此便辛苦二位了 这般高山果然是天阶公爵 我 算着古玄神实相 本想着若是他不肯教 你我二人倒是要废些手段了 哼 只可惜是个蠢的 这么轻松就被你我骗得天阶公爵了 哈哈哈哈 那本看着不像是从祭天宗得来的 小子 你何事又得的天阶公法 我怎么不知 不过是本作闲暇时随意写的心得罢 哼 你小子 开局时的大地都是我同意第四集 十月四日之六日 三流灯 风也偏偏飘落来时路 冰山拥抱成雾 听闻有情人儿要相顾 山海也变贪图 相思绿绿缠绕着和目 才懂了离别苦 爱是绵延不断的痛珠 却都远赴着独 在马而不停停 我的思念就也奔上你 情了已规矩 痴心的人儿仍在两地 不笑与公寓 只要能够与你才相遇 等到雅儿月影 等来春风 十里的花可以满心 与你相依 全月可敬 都只能够放上去 古玄辰 你睡了吗 何时 我有话想问你 进来吧 这么晚了 连床铺都尚未动过 他这是一直在休息吗 竟也不觉得困绝 许小姐深夜来找本座 究竟是为何事 咦 怎么突然关心起这家伙了 差点忘了正事 今日你信守承诺 没有将帮我练制阵盘的事情说出来 多谢 举手之劳 许小姐不必在意 对了 还有一事 不是我故意派人监视你 只是 我的丫鬟无意间瞧见 天元特使从你手中 如获之宝般接过一本公爵 可是真的 确有此事 你的阵道远在我之上 且身怀能让天元阁特使这般宝贝的公爵 我实在是想不通 你入徐府 应该不是为了白白帮我的忙吧 你究竟是为何 你不要再告诉我 你单纯是对洛阳城的历史感兴趣 我可不信 忽然呢 许小姐觉得是因为什么 说来 若是不知道她能练制出如此厉害的阵盘 且武器了得 还能随意拿出令特使都垂涎的高级公爵 这理由 我也能信你 可这古玄城 却也不像是对我徐府全是有所图谋的 莫非 你当真是对我 仔细一想 难怪后来特使也破例让她进入天元阁了 看来 她现公爵是为了能和我一起去 对你什么 难不成她看出本作是在利用她 罪翁之意在于天元阁了 你 没什么 我困了 你也早些歇歇吧 奇怪 就算是看出来了 她反应这么大又是为何 两位特使 我先去和父亲道个别 去好好道别吧 以许小姐的天赋 注定是要进阵风 将来你们一个月能见上一次就不错了 不知天元阁有哪几风 天元阁内风中除了主风 还有五风 阵风 单风 而余下的则统称为综合风 掌管主风的自然是阁主 主风之下的几大风 每一大风都有一位风主同管 正如大风之下有许多个小风 风主之下是各风长老 不同小风由不同长老各自管理 其中 长老中 相为相对突出的 一般又称为核心长老 总之 每一大风只有一位风主 但可以有很多位长老和核心长老 具体的 等许小姐来了 我们路上再细说 等到了天元阁 我们会引荐许小姐入阵风 至于你 去五风最合适不过了 这小子将来 若是在天元阁混好了 我们可有引路之空 没错 不仅能向宗门讨到不少好处 更重要的是 与他的这份交情 呼吴风 前面便是天元阁了 来了 参见周长老 怎么回事 这才刚到天元阁 还没来得及将他们引荐给几位长老 周长老怎么就已经等待此处了 你是洛阳城城主许天龙的女儿 许飞燕吧 就是你将琵琶曲音和法阵相结合的 是 是的 这位周长老 竟知道我 虽不如听闻的那般天才 倒也确实颇有几分天赋 你可愿意入阵风 跟着我潜心修炼 是 飞燕拜见师父 好 我不是在做梦吧 本身竟如此顺利 至于你嘛 我收一个也是收 顺便也收下你吧 周长老 其实那个 周长老 你刚收一个爱图 这就再收一个 未免也太累了吧 我看这小子骨骼惊奇 与我舞蹈更有缘 还是跟着我入武风吧 海与虚的大地都是我 美都人 风也遍遍飘落来时路 云山拥抱成雾 听闻有情人儿要相顾 山海也变贪图 相思绿绿 相思绿绕绕 朝和暮才懂 来离别哭 爱是绵延不断的痛处 却都 远赴这度 海满而不停停 我的思念 昼夜奔向你 情调已规矩 痴情的人儿 仍在两地 不笑与共语 只要能够与你再相遇 等到夜尔月映帮来春风 十里的花开满溪 与你相依 曲约可知 为我们天元阁培养优秀弟子 是何等荣耀之事 我岂会觉得累 老师江长老你啊 听说上次新晋武风的那批弟子里 可有好几人是败入在你的门下 你才更累吧 周长老说笑了 毕竟能者多老 待周长老熬成阵风的核心长老之一 想必也能多收几个弟子了 如何 查查查 有什么好找的 大白天的 饶了小老儿的青梦 秦长老 你怎的又合成这副模样 再这般下去 你们丹丰 怕是连你的位置都没有了 可不是 不过是仗着自己岁数到 修为又比我们高些 但你这帮荒腾度日 是在吃老本罢了 规矩 规矩 能吃几个酒钱 说来 说来 你们两个不就是 济于这小子身上的天阶公爵吗 糟糕 他们怎么都知道古玄成身上有天阶公爵 你胡说什么 喂 喂 小子 这俩家伙 是因为知道你的公爵 他应在密轴之中 心怀不鬼 哦 此话怎讲 猫头小子连这都不知道 秘轴传功 最大的好处就是修炼之人 只需要将灵魂之力探入其中 便能感悟到公爵的奥义 但每一次有灵魂之力探入 秘轴的承受力就会变得更弱 没有人知道 秘轴会不会在下一次被读取之后 便力量耗尽而毁掉 这两人这才 这才争承受你为弟子 想第一个查阅 秦长老 你喝醉了 小德胡言乱语 解释荒谬至极 好酒 此人倒是有些意思 阵风和武风 你可有想去的 若是你来阵风 你我或许 或许便可以一起修炼了 但我又觉得 以你的能力 若是不去武风着实可惜 来阵风吧 你们既然认识也好做个伴 还是来武风 你总有天阶功法 无人指点 也只能习得一二分 不得精髓 啊 啊 阵风 武风 阵风 本座 什么 本座要入丹风 啊 别挡路 别挡路 老夫对收你为徒并无兴趣 小子 你算是找错人了 那可未必 到了 小子 你方才答应老夫的呢 洛阳城已久 当初本座草草看了几张古迹中所在酿酒之法 现已星辰天机图内培植的六阶起花一草为原料仪式 倒是不错 这是你的身份令牌 你可自行了解下丹风 这是分发给天元阁弟子的丹药 我每三个月自会给你一次 接下来你就自便吧 好久 好久啊 今日老夫便不醉不休 你小子也有栽根头的时候 竟认了个糊涂酒鬼当师父 说来 你身怀天街公爵的小行 也是在洛阳城那会儿 自己提前散播出去的吧 只是他俩分明对你势在必得 却也肯放你跟着老酒鬼 你当时在他们耳边说了什么 开局学的脑力 都是我独立的父亲 每周日跟你 都样子 我猜我 尽管你 我白兔 我给你 从水上 都是我 尽管你 公爵给了天元特使 好一招过河拆桥 那两个狗屁特使瘫得无厌 这下倒是白忙活一场了 不过想必你也知道 他们介入天元阁一事图谋你时 其实已动了杀星 所以我想你说的应该不止这些了 无他 只是说了本座交出去的 其实是两部天阶公爵吧 修园 明空 竟敢不报宗门 私藏天阶公爵 说 另一部呢 还不快交出来 顾玄成他胡说八道 他分明只交了一部 他一定是报仓过去 对我们天阶和不谋不轨 是吗 长老 我们当真冤枉啊 还看随意 看来 此处便是所属丹丰的云渺峰了 天元阁既然想要乌鸦长老练制九龙神丹 他自然是在丹丰 这云渺峰的位置未明也过于偏僻 乌鸦长老倒更像是会在丹神 说来奇怪 往日丹丰各封长老每隔一段时间 都要去到丹神峰切磋练丹之法 虽说咱们秦长老几乎回回都装醉不去 但几位长老也是回回来云渺峰找的 怎么最近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不知道 其长老前些日子 似乎是从天元阁外请了为炼丹师回来 丰主线下可忙得很啊 只有此事 想来此人定是十分重要了 真令人好奇啊 你若是想知道 过了云寿岭 去丹神峰打听打听不就行了 快别说了 云寿岭本是我们丹峰种植灵草 养灵兽之地 但听说最近有几个入了云寿岭采草药的 还未曾出来 此事当真 这也太邪门了吧 会不会是误传 这我就不清楚了 你小子猜得倒是不错 乌鸦长老果然是在丹神峰 不过那云寿岭听起来 却颇为古怪 尚且还没有本作不敢去的地区 此处草木茂盛 天道之力充沛 虽不及乌鸦长老 电单空间那里头 却也胜过他处许多 为何有一股血腥呢 竟是一只通身银白色蹄毛的大老鼠 倒是罕见得很啊 喂 你刚才使了一成一都不到吧 这个银兽里的灵兽 未免也过于不堪一击了吧 方才的血腥味果然源于此 这灵兽腹部的剑伤还未愈合 应是受伤不久 如此说来 这附近还有其他人咯 不仅如此 他方才那般风魔要杀本作 他是把本作当成了 伤他之人的同伙吧 你是什么人 我 你 杀了我们的音乐署 你们的音乐署 当然了 之前我们遭遇了战 还是小白替我们引开那头强大的灵兽 我们才特意逃多 没晓得小白最终没有被那灵兽所伤 却才死在你的手里 看你这一身衣服 现下又敢独自来云兽里 怕是不懂规矩的心人 规矩 你们想如何 还没开始讹他呢 这个渊大头倒颇有觉悟 想不到 傻乎一只音乐署不说 又遇到个怂祸 哥们几个今天是赚了呀 连剑刃上留下的血迹都稍未清 便敢来碰此本座 本座倒要看看 这几个蠢货想玩什么花样 念在大家都是同门的份上 我们便也不为难你 这样吧 我看你那把剑倒是还不错 就当做是赔礼吧 你们确定是要本座的这把剑 什么 你舍不得了 喂 新来的 出尔反尔 我看你是找死 你们想要 那便自己拿走吧 算你小子实相 早这么说不就得了 就是吧 这 这 这浅身之类已经蕴含着一股无比强劲的天道之力 这次天道之类横冲直撞 甚是报道 你知道 至少是在月魂境之上的高手 可是这小子分明年纪倾强 等等 我已经一点也感受不到他的气息 莫非 那声音却是我的顶级无效 开局席的大力 都是我独立的赋 每周日更新 风也翩翩飘落